喜鹊哪有什么瞒着小姐的 怎么了 小姐 是不是我弄疼你了 对不起 我 没事 我就是觉得 你最近有些心神不宁的 喜鹊 你若真的有事 可一定要告诉我 否则我怎么帮你啊 小姐 喜鹊的确有一件事 你说 你快说 你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我了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 因为喜鹊发现 自从小玉禁服以后 小姐就没有以前那般 需要喜鹊了 那次你离府出走 也把我一个人丢下 你就走了 有什么事情也只和小玉商量 我 我有点嫉妒小玉 但是又觉得那样的喜鹊很坏 傻喜鹊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那小姐 你不要不喜欢我好不好 我知道 我知道我有的时候没有小玉聪明 有的时候还傻傻的 但是喜鹊一定会改的 怎么还像小孩子一样争宠呢 你是我从宰相府就带过来的人 就像我的妹妹一样 旁人再好 那也替代不了你在我心里的位置 你就是你 不用和别人比较 知道吗 小姐 小姐 傻孩子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早些歇息 快回去吧 别输了 嗯 那喜鹊先下去了 嗯 喜同君啊 喜同君 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你这剧情实际也太难了 你说我是不是更直接一点问她比较好 我知道 你其实不相信那是喜鹊做的 对吗 喜鹊毕竟是我的贴身丫鬟 她对我来说 就像妹妹一样 我知道 可也许正是因为亲近 才会太过偏爱 太过信任 我从小生在宫廷 看惯了尔虞我诈 有时候 就连血缘至亲都会背叛于你 所以 在不得已的时候 必须要学会理智一些 我明白 可我还是觉得不会是喜鹊做的 她在我身边那么久 没有任何的东西和缘由去做这些 再说了 要真实她的话 她早就可以做了 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啊 也许在那些人看来 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期呢 也罢 事情拖下去 也只会越拖越糟 要不把血缺叫来 当面询问吧 也许这是最好的方法